大约在1965年 美国空军航空系统局 携手一个神秘的系统项目办公室 共同发起了一项关键研发项目 旨在研发一种高精度空对地导弹 这款导弹被命名为DGM-65 更广为人知的别名是AGM-65小牛导弹 这一项目得到了休斯飞机公司 和维希恩公司的权利支持 他们共同承担了导弹的研发和生产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20世纪90年代 台湾的P-3C反潜机就装备了小牛导弹 并公开进行了训练 不仅如此 台湾的其他战斗机 如F-16也列装了这款导弹 AGM-65小牛导弹 以其出色的精确打击能力而著称 无论是装甲车 坦克 飞机场 炮兵阵地 导弹发射场 也占指挥所等小型固定或活动目标 还是大型固定目标 甚至是微小的目标 它都能精准命中 下面 让我们深入了解 这款由美国研发的 AGM-65小牛导弹 这款导弹的设计独特 呈圆柱形 全长2.49米 一展0.72米 其十字形带翼合舵 位于同一平面上 舵的偏转角可达正负35度 在动力方面 它配备了一台 双推力固体火箭发动机 使其能够达到最大射程48公里 最大速度则令人印象深刻 在导弹的前部 装有一个先进的电视导引头 集成了电视摄像机和电子系统 为了保护光电器件 镜头和电视摄像机之间 图有一层特殊的保护层 此外 镜头上方还安装了光明感元件 导弹的战斗部重量为58.7公斤 采用触发引系引爆 整个导弹的发射重量高达210公斤 关于小流导弹的发展历史 可以追溯到1965年 当时 美国空军计划研发一款新型导弹 以取代正在服役的 AGM-12小豆犬导弹 小豆犬是一款无线电制导导弹 首次亮相于1959年 尽管最初被美军寄予厚望 但在实际战斗中 小豆犬的缺点逐渐暴露 由于导弹发射后 在机需要持续飞向目标 无法进行规避操作 增加了在机的风险 而且 其110公斤的小型弹头 仅适合摧毁小型目标 如掩体 当面对大型目标 如桥梁时 它只能造成表面损伤 在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中 美国空军不断追求更先进的5G技术 特别是在空对地导弹领域 他们开发了一系列改进型的AGM-12小斗犬导弹 具备发射后不管的功能 包括小斗犬的C型和D型 旨在替换现有的导弹系统 然而 这些努力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 在1966年至1968年间 美国空军启动了一项新的导弹研制项目 休斯公司的导弹系统部门和洛克威尔公司 在这一项目上展开了激烈竞争 争夺美国空军对新型发射后 不管空对地导弹的订单 美军对这款新型导弹的要求极高 射程必须远超任何一款小斗犬导弹 1966年 美国空军分别向两家公司拨款300万美元 用于导弹的初步设计和工程工作 到了1968年 休斯公司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功签订了价值9500万美元的合同 用于进一步开发和试验导弹 据合同预计 采购的导弹数量高达1万7千枚 休斯公司研发的AGM-65B小牛导弹 凭借其电视制导体系和先进的行星跟踪算法 展现出了极高的制导精度 使得它能够精准打击坦克等小型目标 因此 小牛导弹并不需要过大的战斗部 即可实现强大的打击效果 在技术规范方面 四鬼怪和七海盗式飞机 被要求能携带六枚小牛导弹 尽管这些要求看似严苛 但在实际研发过程中 小牛导弹的性能却远超预期 1969年9月18日 美国空军使用F-4战斗机 成功进行了小牛导弹的首次无指导试射 这标志着这一新型导弹 迈出了历史性的步伐 紧接着 在同年12月18日 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军基地的 空军导弹发展中心 进行了首次巨导试验 小牛导弹直接命中M41坦克 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性能 值得一提的是 1968年的小牛导弹采购合同 是一揽子合同 涵盖了导弹的研制 试验 以及所有相关零部件和作战系统 这一决策 由当时的国防部长 罗伯特·麦克纳玛拉做出 它不仅是一位经济学神童 更以这一举措 推动了美国军事技术的一大飞跃 1971年7月 美国空军与休斯公司 进一步加深合作 双方签订了一份 价值6990万美元的合同 用于生产2000枚 AGM-65小牛导弹 这批导弹在1972年开始交付 并在实战中表现优异 然而 美军领导层开始担忧 在中欧等能见度较低的地区 小牛导弹的性能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 美国于1975年开始研制升级版的小牛导弹 这款导弹在70年代末期交付 随着AGM-65BB型导弹生产的结束 美军共制造了超过35000枚小牛导弹 其中 最早生产的17000枚AGM-65微型导弹 其电视导引头的视角设计 无惧匠心 这些导弹中 有5650枚作为外销军品 消往了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韩国 瑞典 希腊 埃及等国家 其中 AGM-65B导弹在制导系统上进行了改进 尤其是行星与反差跟踪器 使得其视角缩小至2.5度 从而显著提升了攻击同等尺寸 目标的发射距离 1978年 美国向台湾提供了搭配两中队F-51战斗机的500枚AGM-65B导弹 到了2006年 尽管其射程已降低至9公里 但台湾军队在演习中仍在使用这款导弹 此后 美国在2001年和2007年 分别向台湾出售了40枚和235枚AGM-65D型导弹 随着时间的推移 AGM-65小牛导弹家族不断壮大 涌现出更多新型号的导弹 如激光之导的AGM-65D型 这些新版本的导弹 不仅增强了美国在现代战争中的空中打击能力 还在国际武器市场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小牛导弹系列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 成为美国军工企业的一大出口亮点 C型小牛导弹于1975年开始试验研制 这款导弹采用了搭载合成视频跟踪器的激光导引头 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地面激光指示器照射并标记目标 在试验发射中 C型导弹正式编号为AGM-65C 共进行了25次发射 其中22次成功命中目标 然而 美国军方很快将研发重心转向配备热成像导引头的 AGM-65D型导弹 导致C型导弹的研发受到一定影响 尽管如此 美国海军陆战队并未放弃C型导弹 而是将其发展成了GBGM-65D生产型 这款导弹 配备了三军通用激光导引头和全数字跟踪装置 由洛克威尔公司负责研制 这款三军通用的导引头 与陆军装备在AH-64阿帕奇直升机上的 海尔法反坦克导弹导引头相似度极高 GBGM-65E的300磅弹头相较于A型和B型更为庞大 激光型导弹能有效攻击分布式的火炮发射阵地 这是采用行星跟踪装置的A型和B型导弹所无法比拟的 由于伪装目标的中心往往并非最关键打击部位 激光指示器能够精确标示出导弹打击目标的重要部位 AGM-65D则是小牛导弹家族的又一重要成员 它采用了热成像探测器 这款探测器通过单制冷的16像素T化音探测器阵列 对辐射热进行成像 热成像探测器能够在全天候条件下工作 无论是比背景更热还是更冷的目标 都能被有效探测和锁定 由于热成像导引头 对微小温差有着出色的感知能力 AGM-65D对于已停止工作数小时的热源目标和非热源目标 都具有卓越的发现和跟踪能力 这极大的提升了其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的作战效能 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创新 小牛导弹系列已经成为美国空军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展示了美国在精确制导武器领域的卓越技术 每一种型号的小牛导弹都是针对特定战术需求而设计 确保了它们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和高效能 AGM-65D小牛导弹的开发周期长达五年 始于1977年 直到1983年10月才首次交付给美国空军 它在1986年2月实现了初始作战能力 标志着小牛导弹系列在实战领域的右翼重要里程碑 这款导弹充分证明了其在战场上的价值 特别是在高精度和发射后 不管特性方面 在当时的战术空对地导弹 仍需依赖指令制导的背景下 AGM-65D的发射后 不管特性极大的提高了搭载飞机的战场生存率 然而 真正使小牛导弹长期受到用户青睐的 是其导引头之间的高度可互换性 即所谓的模块化设计 这种设计类似于飞行控制面和液压作动系统的标准化安装 所有小牛 AGM-65系列导弹的基本弹体 包括正在研制中的型号 都保持着相同的设计 确保了气动外形的一致性 这种设计不仅体现在外观上 连包括自动驾驶仪 惯性传感器和战斗部触发引信在内的主要电子组件 在激光和热成像两个型号上也是通用的 在战场上 时间往往就是生命 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 能够快速而准确地调整武器配置变得尤为重要 小牛导弹系列所展现出的模块化设计优势 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而生 这种设计使得在战场上 操作人员可以迅速且轻松地实现导引头的现场更换 比如将A型导引头直接换装到B型弹体上 这不仅大大缩短了武器配置的调整时间 还增强了导弹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思维 不仅展示了小牛导弹的出色顺性 更为其带来了持续的发展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战术需求的变化 导弹系统可能需要不断升级和改进 而小牛导弹的模块化设计 使得这种升级和改进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 在信息化时代的空对地打击战中 这种设计使得小牛导弹始终能够保持与时代同步 维持着良好的性能价格比 北地M65小牛导弹的这些独特特点 无意为后来的精确制导 武器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 这款导弹不仅在对地攻击方面表现出色 其卓越的性能和精确度 使其成为地面目标的致命杀手 同时在对空作战中 小牛导弹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 它的模块化设计使得其可以适应多种不同的战术需求 无论是拦截敌方飞行器 还是攻击敌方重要设施 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模组化和互换性的设计理念 为现代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它使得设计师们能够更加灵活的设计和制造武器系统 提高了武器系统的可为护性和可扩展性 同时 这种设计理念也促进了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的通用性和兼容性 使得不同武器系统之间能够更好的协同作战 总的来说 小牛导弹系列的模块化设计 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导弹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更为其带来了持续的发展潜力 同时 这种设计理念也为现代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参考和借鉴 在未来的战争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 小牛导弹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 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一员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